天也天也好啊 能够看到六道众生 生死 人道死了 修得还不错 来生又做人道 又到人道来脱胎了 更殊胜 修得好的到天上去了 佛报修得很大 人间没这个佛 到天上去 向天父 如果修到成定 四禅八定 四禅能修成功 他升到四界定 四空定能修成了 他到四空天去了 一层比一层高 一层比一层殊胜 那任音经上说 他能够修成第九定 他就离开六道轮回了 六道轮回直到第八定 四禅八定 第九定就超越六道轮回去了 佛法政策 完全用戒定会 戒是手段 目的是开悟 明心 谨心 谨心 成佛 佛的教育 圆满了 佛教你什么东西 什么也不教 你所得到的智慧 得能向好 全是自信里头 本来居住的 不是从外来的 所以佛说了一句话 心外无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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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定 你所得来的 那是科学技术 所以科学 理念 技术 是有限度的 不是无限度 他能把阿雷耶的 境界向 找到了 这个解决了 转向 叶向 他还没得到 我们希望到二三十年当中 找到 那个时候 佛法不是宋教 佛法是高等科学 那他所找到了 释迦牟尼佛 三千年前 就讲清楚 讲明白了 那我们不能不佩服 要知道 最重要的 要知道 是我们的本性 那我们要相信 我们的自信 跟佛的自信 是一 不是二 一切众生 本来是佛 用什么方法 称佛 最稳当 最快速 我们 有这个条件 我们这一生 可以陈旧 那就是 海鲜老和尚用的 一句佛后 只要你专一 就是修订 从早到晚 二十四小时 不中断 心上 只有阿弥陀佛 除阿弥陀佛之外 什么都没有 没有善物 没有人尽 没有是非 没有人工 乃至 连佛法也没有 金刚精神说的 法上印实 活宽 非法 那个法是佛法 你心里有佛法 坏了 心里没有东西 真心 理念 没有念头 齐心动念 是无名 那 所以 六根 在六臣上 起作用 言见思 而闻神 在这用功 用什么功能 不分别 不止住 不起心 不动念 这就是 佛知 佛见 齐心动念 没有分别 执着 这是菩萨 有齐心动念 有分别 没有执着 这是沙洛 那 三个具有 就是六道法 你见思 闻神 有齐心动念 有分别 有执着 这些反复 佛法 修行 没有别的 放下就是 就在生活当中 没有离开生活 没有离开工作 没有离开 厨师 待人 接物 海鲜 做出 最好的 榜样 你要细细看 你能不能看动 不能看明白 你就有什么用了 正本来 正本来 阿